今天我們的開球嘉賓 就是要有請我們財政部的大家長 莊俊雲部長 一起來為我們來開啟今天的好球 那現在就可以有請部長先來跟大家打個招呼 好的 主持人還有各位球迷朋友們 大家好 好 是的 剛剛雲端發票宣導秀的舞蹈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 也有提到雲端發票的專屬獎 那麼請問一下部長 我們要怎麼樣才可以獲得這個專屬獎呢 我想非常簡單 第一個大家要先上財政部去下載 我們的統一發票對獎APP 然後來申請手機條碼 然後設定我們的領獎專戶 那麼各位在買東西結帳的時候 就拿出來讓電源們逼一下 把我們的手機條碼逼進去 然後我們的發票呢就上了雲端 那你就不用拿紙本的發票 讓我們的發票可以五指化 那更重要的呢 在統一發票開獎的時候 我們雲端發票有多的機會來中獎 第一個你可以有一個機會中一般的獎 還有我們雲端發票的加碼獎 專屬獎 那換言之你是雲端發票 你就有兩個中獎的機會 同時呢你中獎以後呢 錢會進到你的賬戶裡面去 不會漏的對獎 好所以我們用雲端發票 是做環保愛地球 中獎獎金不會漏 所以鼓勵大家一定要用雲端發票 是的謝謝部長 哇大家一定要用雲端發票 而且最重要的記得要逼一下喔 逼一下才代表有刷進去喔 而且呢下載財政部的統一發票 對獎APP申請手機條碼 還可以設定領獎賬戶真的是太方便了 而且喔特別也要跟大家來補充一下 就是在113年3月至12月 每期加碼增開雲端發票專屬獎 500元獎 而且總共有30萬組 總獎金高達11.17億元喔 中獎就會及時入葬 節能又環保 那麼現在我們就有請威弟 要來地上開球的手套 因為我們今天就要由我們的部長 為我們來開啟精采的好球囉 同時也讓我們一起 以最熱烈的掌聲歡迎今天的開球服送 一起來歡迎紅色大炮劉姬鴻 歡迎姬鴻 好 同時也有請威弟來擔任我們的開球主持 好 部長準備好交給你囉 3 2 1 請投出 精采的好球 精采的好球 謝謝部長 謝謝姬鴻 謝謝威弟 好 那我們現在一起來進行合影喔 好 那有請我們部長 還有我們姬鴻 還有威弟 我們一起來到 給我們一起來到場中 好的 來 我們現在 好 部長可以將這個數號 來 請戴著 來看向前方 舉手的同仁